欢迎收看二零六年九月二十四号总编辑时间 我是洪楚芬 今天在中华民国保调史上会记上一笔 因为今天有将近百骚的遗传 集结前往钓鱼台宣示主权 而日本当局也十分的关注 另外马英九团队在两岸人事上大幅的调动 那么台湾怎么样来看待两岸未来的关系 还有王立军被判刑十五年 这些相关的议题 在今天为您邀请到旺报社长黄青龙 来到节目当中为您做深入的点评 欢迎社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依赖的渔民在今天下午集结60多艘的渔船 从南方澳渔港出发 预定在明天的清晨五点钟 会在钓鱼台西南方外海大约20海里集结 之后五艘船为一组 然后用顺时针的方向来绕行钓鱼台 宣示钓鱼台的主权 那么不排除也有可能会登岛插旗 这是中华民国首度有大规模的渔船 自发的展开了保钓护鱼的行动 那么今天上午呢马总统 趁着接见英国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也再度的重申 东海和平倡议 呼吁三方双边会谈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则的报道 接见英国国会议员马总统借鸡弹钓鱼台 我们现在的渔民到那个渔船地捕鱼呢 就经常受到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的干扰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渔民呢 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 63艘以兰奇渔船大阵仗保钓 马总统不止重申 东海和平倡议 主张主权无法分割 但资源可分享 不过日方不买账 他跟韩国的争议 独岛或者是主导 日本都愿意把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判 但是对钓鱼台 他觉得没有争议存在 所以不必处理 总统呼应渔民保钓行动 不过朝野却异常淡定 立法院十点钟 蓝绿党团召开记者会 谈得竟然都五官钓鱼台 先选蓝冷绿兵 内政委员会要到钓鱼台的部分 我们要看这一次渔民渔船 到钓鱼台的行动之后 我们再来做另外一波的判断 呼吁海巡署 现在所有的责任都在你们的身上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保护它 能够达到我们护鱼的动作 钓鱼台是我们的朝野难得又共事的议题 却在渔民大动作护鱼的时刻 蓝绿媒接力澳元 民进党甚至推给海巡署 太多政治算计 渔民的心声究竟谁来发声 好 马总统说 钓鱼台海域是台湾渔民传统的捕鱼渔场 但是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经常的干扰 因此渔民才会这么的愤怒 社长其实这阵子的大陆的保钓行动 也在各个城市是轰轰烈烈展开 台湾终于是有了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这次台湾的行动 还是靠民间企业帮忙的 这马政府态度到底在哪里 的确 那么今天这个几十艘的渔船 从这个台湾的从宜兰这边出发 那么这是钓鱼台 是钓鱼岛事件 这一阵子这个宣腾 在国际间在媒体上之后 台湾第一个拿出行动来的 一个保钓的一个行动 也不能说马政府完全没有态度 那么刚刚我想我们也看到 马总统今天接见英国议员的时候 也特别再一次提到 东海和平这样的一个倡议 这个意见他已经提过有一段时间了 当然相关国家反应不是太积极 也有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做好研究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不看在眼里 就是说台湾在这个议题上终究面临到了一个 我们这个国家实力的问题 但是虽然是说国家实力我们是很小 虽然说这个好像国际间都比拳头 但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台湾人认为说 这个钓鱼岛真的是台湾的 那怎么可以说别人已经欺负到头上来了 我们都没有行动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渔船出海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值得台湾人骄傲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一次的能够成行 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提到民间企业 事实上就是由这个旺旺集团的总裁 蔡衍明总裁 那么当渔民们他们已经决定要出去 可是募款县政府不帮忙 议会不帮忙 其他企业界也都左瞻右雇的时候 那么他就一句话 就是说不能让外国人看衰台湾人 这样的一个意气 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毅然就捐出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经费来支持 那么我觉得这个态度应该说 相较之下 这个有些人是用嘴巴来讲说爱台湾 那么这个是真正的 蔡总裁这是真正的是用行动 保调这个护台爱台湾 那么尤其有些人不但是只用嘴巴爱台湾 还用来骂别人不爱台湾 那么我想今天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遗传能够顺利出去 那么我希望呢 我相信社会上会有很多人会期望说 它是台湾社会从上到下 台湾政党从南到绿 那么台湾民间从企业到各个社团 到地方上来讲的话呢 大家一起来关注 来拿出行动来保调的一个开始 好我们看到呢 这个保调船呢 那么在明天的早上五点钟就会集结在这个海上 然后呢 往这个钓鱼台的方向前进 不过这个动作呢 明天才会到钓鱼台的这个附近的海域 不过现在已经起了一些作用了 包括呢 日本交流协会会长经谨证明了 就突然说了 明天要访台 是不是他也有一点担心 日本也开始紧张了 希望能够修复台日的关系 我想绝对是这个原因 而且日本还有一个考虑 日本绝对不希望看到为了钓鱼台的问题 让两岸联手起来对付日本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呢 为了这个 当日本宣布说 他们把钓鱼台国有化之后 那么当时啊 之前的前两天 日本才刚宣布 要跟台湾重新恢复鱼权谈判 好像是一种示好的态度 当然后来已经有人把它揭发了 之前多少次的鱼权谈判都不成功 因为的确就好像这个老保调 这个林孝信先生讲的 你没有主权 何来鱼权 是一样的道理 就算有 是人家施舍的 恩赐的 甚至是一种 这个机会主义底下的这种 当做一种筹码来运用的一种鱼权 那么日本一定是看到了说 这个台湾今天也拿出保调的行动来了 那么日本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两岸联手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政府也好 民间也好 我们也表明得很清楚 我们这次的保调 纯粹是台湾自发性的 但是日本就怕你变成两岸联手起来 所以我也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原来在 钓鱼岛附近的一些大陆的 这些鱼权船 这些军舰 本来已经要撤访了 他后来因为知道 台湾的保调船今天要出发 他们又留在原地了 要做一个现场的一个监看 或者说协防或者是注意安全 我想是这些原因 促使了这个原来姿态比较高的 日本交流协会会长赶急着 急着明天就要来台湾访问 是不是趁这个时候 台湾也可以跟日本再次的提到 这个鱼权的部分的协商 从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应该是一个 台湾要求日本在鱼权的部分 对台湾做出承诺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么之前民进党政府曾经批评说 曾经提到说在八年执政的时候 有多少次的鱼权谈判 问题是那个时候鱼权谈判 日本完全不退让 因为当时我们并没有让日本感觉到 你对钓鱼台的保调 你真的有决心 或者让他看到一种威胁说 两岸有可能联手起来合作 现在这两个情况已经不同了之后 那么先不要讲说 钓鱼台是我们宜兰的鱼品传统的渔场 先不要讲说钓鱼台本来就是属于 这个宜兰县的一个领土的一部分 即使就鱼权的共同使用 各自争议共同使用资源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日本都应该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承诺 共同开发共同使用 那么过去他不把我们理会 现在台面很重要 所以这一次交了协会会长来 我觉得我们相关主管单位 一定要把握机会 如果这一次没有谈好 没有谈定 那就是失职 日本的确是紧张 为什么看到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就因为日本购导之后 他们在经济上其实已经有所损失了 我们看到尤其是大陆 现在要进入十一长假 那么旅行社也透露说 其实有一些大陆客都讲了 他们就是七日转台 那么观光局的统计 十一长假来到台湾自由行的陆客 每天有五百多人成长到了七百多人 同时受到这个十一长假的影响 两岸的航班也是大爆满 所以本来这些人 有一些团是要到日本去的 结果他转到台湾来了 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也知道 就是说十一长假 本来就是两岸航班 非常爆满 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 就已经有朋友在拜托 帮他瞧这个机位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一个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再加上最近这个中日之间 为了钓鱼岛的问题 那么据估计这个两国的航班 在最近取消的人次 大概超过十万人次 那十万人次当然不会全部转到台湾来 但理论上台湾是有可能获益 也就是说一些本来要去日本旅游的大陆的人 他会转来台湾 一些本来去中国旅游的日本人 那么因为他去那边担心可能不安全 怎么样也会转来台湾 所以的确是台湾有可能 在这一波的这个钓鱼岛所引起的 中日的这样的一个 严重的外交关系上的一个损害的情况下 我们的旅游 由这个陆客的也好 日客也好 可能都会大量的增加 那么当然不会那么快 因为办签证的转移 可能我估计 因为可能要到十月中下旬的时候 会更明显 那十一 我的意思说十一长假 本来两岸航班就非常的爆满 他不完全是因为这一波 这个中日这个纠纷的关系 所以这个效应可能会在十月中之后 还会再显现出来 我们看到日本的构岛举动之后 造成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现在是已经逐变扩大了 也影响到一些民间的观光经济 我们刚提到了 不过整体来说 对日本内部影响到底有多大 从数字上来讲的话 因为中国现在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 那么大概占到20% 日本的出口到中国 中国出口到日本 大概占到7%到8%左右 如果说真的是全面的经济 中断的来往的话 那当然是日本受的影响比较大 不过两国经济的关系 它的这种 如果到了这种 绝对对抗的一个局面的话 它一定伤害都是双方的 双方都会造成 有人讲所谓的欺伤权 或者讲说所谓沙底一千 自损八百 这种情况我想也适用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经济的关系 那么特别是大陆从日本进口的也非常多 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这个重要的这个零组件 重要的这个配件 零件 是属于它自己没办法生产的 那么这个部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贸易的 因为外交的纷争而中断的话 这对大陆进一步的这种 自己的生产出口也会造成影响 不是只有往日本出口的问题 这是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个人看法会认为说 这段时间尽管说两边关系绷得很紧 甚至说已经把今年是中日建交 40周年的一些公开的活动都已经取消了 民间这个反日的 大陆民间反日的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 甚至说要求这个不买日本货品等等 这些都很强烈 但我觉得应该还没有到直接由大陆官方 那么要来进行说全面中断经济关系 那我刚才讲过 如果只是民间的话 我就少买一点日本的什么消费品 什么这些 他还基本上动不到两国经济关系的 这个骨肉的一个情况 不过如果真的中日两国真的到了那么一天 濒临到战争的前沿 而经济这个战争全面爆发的话 应该说大陆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大陆政府所掌握到的一个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是远比日本中央政府要强得多 换言之 如果因为经济的这个中断的关系 那么需要做个别产业的救济的话 中国大陆政府能够掌握的筹码 是远胜于日本政府 而且中国大陆政府的体制来说 就算因此经济受到影响 那么在爱国心的驱使底下 大陆的这个体制要维持社会稳定 能力还是要比日本强得多 很可能日本的民主党 会因为这样的一种经济的恶化影响 甚至要失去政权都有可能的 好我们看到除了经济的影响之外 在日本内部呢 日本首相也填家宴 那么因为呢 这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领土争议 所以两国贸用刚刚讲到 已经开始损毁了 但是他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继续下去 有可能会伤害到全球的经济 有这么的严重吗 那的确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 一个是在 以日本来讲 是在非常多的这个尖端产业 高科技产业当中 它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引擎 零组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 一个研发的一个源头 那大陆呢 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制造工厂 输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两国真的 全面的经济战开打的话 那么坦白说 台湾也不会有好处的 因为你整个台湾这三角 跟大陆日本 跟中国日本这样的一个 三角的经济关系 我们在里头 一定还是会受到波折的 所以它的确会造成 全球的对全球经济 都会有伤害的 好 我们说小到 这个日本本土好了 我们看到整个钓鱼台的事件 对于这一个野田家彦呢 他自己本身 他的政治的生命 会受到损迹吗 因为他是去年的 三一事件之后 对 其实野田的这个支持度 已经降到非常的低 那么因为低 所以他的政敌 就是自民党 当然就希望能够有机会挑战他 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 野田这个政府 中间还变临到内部分裂 就是这个小泽 小泽一郎 跟他这个已经另组政党了 所以换言之 野田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脆弱的政府 第二个是 日本这几年下来的时候 因为国力的衰弱 我们在节目讲过 国力衰弱造成 日本右翼的民族主义 气势高涨 所以这一次的钓鱼岛事件 日本违约在先 引起了中国大陆的反制 中国方面的态度 是有道理的 但日本为什么会犯了这个错 主要原因还是一个内部政争 那么日本因为 这几年国力衰退 造成了右翼的 这个民族主义的诉求提高 看到了这个野田的衰弱 所以就由东京都 这个市长 那么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攻势 目的是为了陪止他儿子 来在民族 在这个自民党当中 想要取而代之 那么野田的硬硬做法 就变成什么 以党的利益为主 所以他去迎合了 东京都的一个 至少说他要把 这个东京都对他的这个 接下来选举的不利因素 要消除掉 而不惜付出了 区域稳定 乃至于中日 这个稳定关系 作为代价 好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 马政府的两岸人士 异动了 国台办也有最新的回应 强调四个不变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等一下总编辑时间 继续点评